徒弟徐扬有多狠 竟然将自己的师父绝天通活活坑死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徐扬一向都如此爱戴自己的师父 他为何要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 而相信大家都知道 徐扬前世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 并且赫然大帝也是徐扬的小姨子 直到徐扬成为人皇转世重修后 赫然大帝才意外来到北斗星域当中 在这里他收下徒弟帮助其成长 其原因就是因为 刚刚来到北斗星域的赫然大帝 就受到过陈东的告诫 二十万年之后 所有世界的平行宇宙都会发生一场大劫 而这所谓的劫难自然就是地域当中的诡异 那么既然如此 徐扬的师父绝天通为何又会死掉呢 其实当徐扬在成为这个维图的世界主宰之后 自己的小姨子和人大帝就返回了徐扬的世界 并且告诉徐扬 世界维图即将迎来浩劫的事情 得知此事的徐扬再也按捺不住 第一愿意和小姨子共同对题 之后和人大帝又将同伴叶帆 以及十号的事情告诉了他 听后的徐扬更加来了激情 毕竟自从他成为宇宙主宰后 他就没有遇见过对手 而先如今一下蹦出来两个同级对手 他如何能够不开心 然而在出发之后 师父绝天通却也提议要前往 开始的徐扬本是不想带着师父 但死活提不过师父 最终也就只能一通前行 然而就是这一次的通行 竟然让绝天通丢了性命 要知道这抑郁可不同于外界 即便是徐扬成为宇宙主宰 在这抑郁当中 也没有办法施展出自己的神通 最终师父绝天通也彻底的死在了 这场对敌战斗当中 那么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看呢